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北市一通街的這棟大樓 9月1號起就會變得很恐怖 至少對公民黨來說 因為這裡要變成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的辦公廳社 我要等機關掛台 因為我現在沒有那個地位 我知道大家都很急 我也連公文都把握不去 一站就位之後就馬上可以來做 準主委也再次呼籲國民黨 請國民黨巨石申報 金條我也不管對它申報 我們了解一下它到底帶來通好金條 這些金條到底是國家還是不一樣 政治中心眾所報導 好 好了 一回來 過去這個星期 台灣最窮農火火 就是這個所謂的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正式成立 原來我們小英總統 上任100天 民生 無大小 香港經常這樣說 比較常忽略了她認為 這個不當黨產追殺國民黨 要多的要多的 就馬上 實際立法院三讀通過 要成立了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國民黨人士就說 你現在追殺國民黨 要怎麼這麼做 這些問題 不當黨產委員會 這個負責人我們遇上講 就叫顧立雄 阿Ling顧立雄是誰 考考你 記不記得 沒有印象嗎 沒有印象 也有很大的個案 之前他幫陳水扁的貪腐案 打官司 陳水扁的代表律師 就是顧立雄 他是心獨人士 他現在負責北黨黨產處理委員會 在台灣有些輿論 是一個現代東廠 國民黨專門鬥爭國民黨 國民黨會被清算 和二百一 紅壽署黨主席說 黨產可以的 黨產歸零也沒問題 但是當時黨國不分的年代 黨工退休 是按公務員的退休方法給錢 黨工也要給錢 但是現在國民黨有交會費 會費當然不是不黨黨產 不黨黨產的特色是甚麼 追溯期 是1945年8月15日 為甚麼是這天呢 今天就是8月15日 今天就是所謂的台灣光復 由台灣光復開始計 為甚麼他會這樣計 原因就是反對黨認為 8月15日日本投降之後 國民黨人士在台灣 利用他的權力 將一些日本正下來的產業 考取豪奪 將一些當時的中國人 台灣人民 那些血汗 搶了過來 然後政府用很便宜的價錢 就賣給國民黨 譬如說一些這樣的 黨的大廈機構 當時的確是100-200元 非常低廉的價錢賣給國民黨 幫國民黨去投資一些 所謂的中央信託投資基金 信用合作社 遍布全國的 在幾十年來做了這些很多事 這是事實來的 在馬英九時代 都正在清理一些黨產 清理到 現在有166億 反對黨就說 去年還有二百多億 現在為甚麼短短半年剩下 一百六十多億 為甚麼短短半年沒有動 不是二億的 你是在清洗黑錢 你沒有動 林泉內閣已經說了 現在動的話 紅手柱說 我養黨工都要給錢 才知道給錢三費 趕走去 你動這些 都是違法的分鐘 你現在不要動 講得好死 但是我奉勸香港的南庭那些朋友 第一 你先不要那麼緊張 在我來說 一聽到不當黨差 雖然我們國民黨的人都說 大哥你真是追殺我 不要不抵 有幾樣東西大家一定要提出來 第一樣 剛才也都說了 國民黨在大陸 1949年退去台灣的時候 他帶了一些黃金 是 三百多萬兩黃金 三百多萬兩黃金 這個數字我去查一下 還有 故宮不是很多國保的藝術品 帶了過去 當時帶的時候 蔣介石已經下了爺 當時的總統 中華民國總統是李宗仁 當時蔣介石的身份是中華國民黨總裁 是蔣介石 蔣總裁是定 就是把這些黃金和這些國保 運到台灣的 好了 這條數怎麼計算 就是追這些 就是台灣人民 台灣人民是沒有權追國民黨的 大陸人有權追 因為這些是從大陸拿過去的 OK 這個概念第一個 大家要清清楚楚 到達第二 現在是考驗國民黨員的時候 就是當你的黨 喂 孫中山都說搞革命 老奴通搞革命 十四革命 都是拍手無塵 孫中山在起義的時候 生氣革命的時候 在美國正在洗碗 人家都是這樣做的 當你一無所有的時候 你就從頭來過 就真的認認真真考驗黨員的信心 信念 最堅不堅持你見過理念的時刻 好了第三 民進黨這樣去做 他現在很得意 他說追殺國民黨 殺到一窮二白 先不要理會不會破產 會不會破產 等一下我會說 你這樣做 當日採民只有689萬票 而國民黨的朱立倫 去輸三百萬票 但是不要忘記 是很多森林的人 沒有出來投 以及中間選民 是不出來投 換句話說 你只有689萬 OK 你現在這100天 你正經的事不做 你做這些事 物極就必反 因為現在你看到蔡英文的 那個民調下跌的 下跌的 你那些人 原先不支持你的森林 歸番隊 你這樣再逼森林的人 重新有個向心力 這是第一個 是藍營慢慢團結力量 第二 你這樣做 是物極必反 人家到某一刻 就會反回你的艇 第三 你追到國民黨的黨產 就說好 一旦追不到 你就分分鐘 這個追黨產案 就變成為 這個台北的大巨蛋案 一模一樣 雷聲大雨點少 因為你一旦追不到 還有我介紹給大家聽 當日國民黨黨黨局不分的時候 他有一個叫中山獎學金 即是哪些 像馬英九 謝祥廷 甚至陳水扁 這些陸營裡面 甚至顧立紅分中 你讀書厲害的人 尤其外省有本生 我不分本生外省 是可以申請這些獎學金 去留學心做的 好了 這些錢 是不是應該要追回來呢 李遠哲一定拿一個 一定拿一個 好了 你搞這些 有時間搞的 所以說 南營的人士 也無需要這麼懷憂上枝 你這樣搞的話 你就差死快點 所以現在南營裡面的 吳敦義 的賀隆斌 第二代 那些 就這樣心動動了 政極思動了 就想著有得播 你這樣玩下去三年之後 就是國民黨重新執政的 就跳出來想著 明年又爭黨主席 吳敦義和康隆斌 都想著去美國 出席台獨分子 搞台灣同鄉會 的聚参 國隆斌去就沒問題 吳敦義這個副總統 未必去得成 因為他以前接觸過國家機密 馬英九都不可以離開台灣 吳敦義一樣 所以 這些人 甚至可以看到 整個在變化著 所以南營的人也不用擔心 南營裡面 我們是副主席 金太賢 他是一個本土派的人 他都講過 國民黨會不會破產呢 給大家看一下 第二條片 國民黨會不會破產 國民黨不可能破產 也不會宣佈破產 不會宣佈破產 國民黨你找大眾募還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9月1號就要掛牌 國民黨要怎麼辦 他規定要申報 檔案要申報 只是面對黨產凍結 資金恐周轉失靈 既然都強調 不宣佈破產 那只好開始學習省錢 不過別說上千名黨工薪水 可能都有問題 連國民黨支庫 都決定要改成 無體職 甚至縮減原額 真的不夠的時候 我們來請社會大眾幫忙 國民黨是一個有歷史 有負責任的政黨 不會破產 不過不怕一萬 只怕萬一 那我們會提出行政訴訟 一個啊 一樣一樣 這個是一個 每一個人 每一個組織都該有保護他權益的一個 該有的一個行為 政治中心 台北報導 你看到那些片子很好笑 還有最後一個 國民黨呢 我怎樣看這件事呢 你民進黨 你好像顧留皇這些人 心目的人 他想著有一個東廠 有一個特務的方法 你這樣壓迫國民黨 你走到最後 結果會演變成什麼東西呢 最惡劣最惡劣的 極有可能會演變成為 吳三桂引清兵入關 即是說 隨時隨時國民黨 你在台灣本島裡面 民進黨用這種卑鄙的手法 違憲的手法 不斷地壓迫國民黨 喂 國民黨如果是臨死了 他可以怎樣做呢 你唯一 你就是逼國民黨去投共 然後引共產黨 你的大老虎去誓你 當共產黨入到台灣的話 那你民進黨人 或者全部台灣人民 是人包散的了 當台灣人想到你怎樣的話 那會怎樣呢 你民進黨 你會不會再 再倒行逆施 再玩這些手段 玩下去呢 看這個 有幾個指標可以看的 八月尾 花蓮市長的補選 這個市長仔的補選 因為花蓮市號叫勢 好像區議會那樣的補選 是竟然出動到 藍綠兩大的天王 將陳菊市長 都去臨傳 幫忙拉票 就是所謂的 綠色天王巨星 柱姐當然幫忙拉票 你看這個 究竟是藍還是綠 這是第一個指標 如果是藍的 拿回花蓮市市長來做的話 OK 即是說 開始台灣的百姓 對綠營的一些作風 開始有些不滿 因為蔡英文的民望正義 那些縮光開始下跌 你再這樣搞這些的話 民望只會繼續下跌 第二個指標是今年11月 今年11月是什麼事呢 就是一個所謂的國共論壇 就是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論壇 坊間很多不認識的那些人 又扮了瑜伽蟹那些 柯仔煎專家 學人去 學人出來競選那些 即是吃得屎那些 即是又不認識 在一個選舉論壇那裡 我看過 電視機幾乎扔爛了 哇你真是功德無量 當然你的電視機 真是好消量很多 你如果不認識就閉嘴 大哥 你國民黨投什麼共呢 你國民黨是國民黨 共產黨是共產黨 今年11月一個國共論壇 就搞了年戰 在2005年開始搞到現在的 這個國共論壇其實拖了幾個月 因為大家看 紅秀鼠究竟做國民黨主席 熬不熬得久 正如我剛才所說 吳敦義已經心動動 國共論壇心動動 分分鐘不是他的 但是現在已經傳出來了 今年11月的國共論壇將會在南京舉行 11月也是大日子 什麼大日子呢 就是國父逝世150周年 大陸講150周年 我們中華民國講151年 剛剛大家相差了一年計算不同 紅秀鼠應該會出席 還有他肯定會去中山寧獻花 還有已經傳出來了 這次的層次將會是紅集會 或者我們叫紅集會 叫得順口一點 不知為何集紅 集恐集恐好像 骯髒的 豬紅 雞紅 鴨紅都在一起 集恐我們講的 又是怪一些 紅集會 極有可能在南京舉行 這次如果 如果 你將大陸北京的領導人 共產黨 就將紅秀鼠抬到這個地位的話 即是明年 國民黨黨主席的那個之爭的話 基本上他認定了 紅秀鼠在國民黨主席的那個任內 會做得久 要不然你還有幾個月做的 那我和你談 公公單位接待你做什麼 隨便找林檢市長來招待你 就算了 所以有跡可沉的 就是看這兩個指標 來看看 為什麽呢 你國民黨今天局面這樣 你一定要扮演 蔡英文不承認九二共識 你中間一定要有一個潤滑劑 你國民黨一定要做好這個角色 你才有一個生存空間在裡面 要不然你會被他這樣逼 還有我也奉勸 支持陸營那些頭腦發熱那些傻傻 政治就是政治 你逼太緊要的話 喂大哥我快要死了 香港人說大哥你快要死了 那就大家攬炒吧 對嗎 我當然 喂 吃悲傷到老虎都是這樣說的 就是盆壁來打 大家願不願意呢 我相信聰明的人 就會看得通這件事 你說到這個國共論壇 其實在台灣 錄營裡面的人 也看到一些事情 大哥這樣咬下去 不行的 你都一定要和大哥去談 最出名的是誰呢 天才而同 IQ157的柯文哲 給大家看一張照片 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國共論壇 台北市和上海市有一個雙城論壇 商城論壇 上海市有柯文哲 就口口聲聲說反共 什麼什麼什麼 年初去了上海 國民黨去就買台 柯文哲去就叫他愛台灣 爭取台灣權益 同樣 現在是上海人過來 上海不是市長過來 他就派一個統戰部長 聽清楚一下 統戰部長 是這個統戰部的歸黨裏面 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 這個叫沙海林 沙海林的學識和形象 的對答非常好 因為始終是上海仔 有些類似香港的AO 他就過去台北和柯文哲去開會 柯文哲就神奇了 香港的綠營柯仔煎專家說 喂大哥 統戰是搞什麼的 當然是你 統你吃了你 有什麼好說 我們這些同路人都聽不少這些事情 一聽到大陸 頭腦發熱 上了頭 奧文哲就厲害了 他說 大家誤會了統戰的意思 統戰都有和平的意思 如果統戰有和平的意思 那你當日幹什麼罵國民黨 大陸 國民黨做了賣台 你做就要約愛台灣 台灣就是這麼高音的 阿鈴姐 所以說看這些事情 計算這些事情 真的要很冷靜很冷靜去判斷 阿鈴姐就會 這是我贊成 我聽過有人說 統戰是溝通 對 對 香港也有很多這些人 對嗎 香港那些支持港獨 或者現在不能說 支持到很年輕 聽到統戰這些 又要生又要死 又要刀仔刺大腿 總之又不行 但是他自己好地地 吃統戰部長那些飯 那些就可以 對嗎 那些不要雙重標準 那一把尺 就大家 大家這麼大 就大家這麼大 就不要亂來 好了 講完這件事 又要看一段片 這段片 牽涉到台灣 一些內部的運作 你有沒有聽過特徵組 阿鈴姐 很神秘 特徵組是什麼呢 其實在陳水扁時代 成立一個特別組織 一個調查組織 他專門負責調查權貪污 譬如說 有些類似香港的廉署 但是其實台灣有廉政公署 法務部底下 但是這個特徵組 有些類似廉署 直接 即是隸屬這個 即是脫離 即是什麼人都敢查 包括特徵組 查阿神水扁都敢查 他是歸這個司法單位 法院去做的 特徵組 現在這個法務部長 阿丘太三 就說要撤了 為什麼呢 來聽我這樣說 看片 法務部表態廢除特徵組 成為政壇關注話題 部長邱太三 親自在行政院會後記者會說明 他們對於這個 偵辦所謂的 打擊貪腐這樣的一個 這個 這個 期待呢 那有一些美麗的期盼 不過因為倉促的立法呢 那導致呢 事後的落差呢 或者是問題呢 就很嚴重 特徵組設置急救章 邱太三提出三大疑慮 首先是缺乏監督沒有在意制度 萬一審判出問題難以檢討 再來特徵組人力不足 經常借掉地檢署檢察官 分散地檢署能量 也讓外界忽略地檢署本身就具備 偵查重大貪腐案件的能力 最後是廉政署 特徵組地檢署三單位 產生矛盾衝突 不過國民黨立院黨團卻認為 蔡政府給特徵組 灌上半律不半懶的罪名 借急廢除 特徵組他辦了很多陳水扁前總統的案件 你覺得看不順眼 所以想要處置而後快 想看過度了 我想特徵組過去也不是只有辦 辦律而已 他也一樣也有辦藍 像林醫師的案子就是他們辦的 我們確實是要從法治面跟功能面 來做這樣的一個檢視 不過當年催生特徵組的檢察官改革協會召集人陳瑞仁質疑 沒有特徵組檢察官碰到財團權貴辦得下去嗎 甚至擔憂重大弊案恐怕辦不出來 我們會賦予高檢署跟地檢署一樣 也有這樣的一個權限 可以去戒掉相關機關的這樣的一個專員人員 如果再結合我們的調查局跟政風人員的話 那我相信我們對於未來打擊貪腐這樣的一個決心 跟效果絕對不會有所任何的減損 法務部力庭地檢高檢打探能力 未來廢除特徵組後 重大案件回歸一般的檢察官辦案 避免疊床駕物讓司法制度更為健全 民視新聞綜合報導 好了 那看完這條片 我大家有一個清晰一點的概念 其實特徵做一個正義 我之前所講的 跟臉署 跟台灣的臉署 跟這個地檢署 有些是家床的地方 是 是有大吉祥地檢署 但是我們回想當日搞特徵組 的確將陳水扁的海外貪腐 一件一件 151515揭曉出來 以及菇家收款案 昨天的案件 这些所谓的当日的权贵 151、151都扮了出来 当然了 你这样脱下来 陈瑞仁讲得很清楚 这些情况其实跟香港非常类似 你有一个特征组 无论你有没有这个价床碟伏的顾虑也好 作奸犯货的人 尤其是那些高官权贵 阿灵是不是有所顾忌 但是你现在高调 你作为法务部长 高调去摧毁这个特征组 你传一个讯息出来给人听 喂 现在可以又可以来凹水了 大家不要忘记 今天的总统蔡英文是权贵出身 是有钱女来的 他身边很多人是什么人看这碗饭去吃的 你又在这个时间 邱太三说的东西 你说说邱太三的样子是不是很醜啊 阿灵 人真是有相看的 你也是很小家子气的相 你跟以前法务部长的内容说 我们叫说神 那样子有点正气 有点不同 你看到他的样子真的很扑街 很小家的样子 小眼小鼻 这些男人没有来贵的 你在这个时间做这些事情 是不是很容易令人怀疑 你是帮权贵贪污 垄断 脸财 去开一条康庄大道 有些事情真的很无私显现 真是很浪命 你刚才说了 你不是很熟台湾 我知道 你一听到好像也有些问题 是直接有问题 不是都好像有问题 我不是低能 很多人都不是低能的 没错 你一看到这个 所以说一看台湾有什么情况 你密集就真的必反的 我们经常说你不断地再做 你再做这些事情 当人民到某一刻一声又爆炸 又有变的机会 因为台湾是民主社会 我们香港就有牌才是民主社会 所以有这个不同 好了 今天的四个歌 或是这段时间又差不多了 我们下星期见 拜拜 拜拜 想口齿凌厉 每天笑未言人 现在美国的OPALASIS美白牙膠 帮到你 由美国制造的 齿托式美白牙膠 成分安全溶化简单 现在只需要每天一小时 就可以令牙齿变得明亮和结白 那就不用在深圳看牙 可以在家里轻松的美白 现在在store.mihk.tv 已经有得买了